不讓國民黨專美於前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在今天一早就現身桃園機場 要展開他為期五天的旋風式訪美行程 這趟行程呢 其實柯文哲會著重在高科技 還有AI產業的參訪交流 但是此行值得注意的是 外界猜測說 柯文哲的兩位可能的副手 走開連 無心營也將隨行 也成為亮點之一 支持者一大早就帶著可達鴨 來給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簽名 更要替他加油打氣 柯文哲現身桃園機場 要展開他為期五天的二度訪美 主要只有去美國西岸的兩個城市 就印山跟洛杉磯 主要還是著重在教育科技跟產業 那如果台灣不能搭上這一波AI的熱潮 來進行台灣內部產業升級 我們還是會繼續留在地心的漩渦裡面 有別於四月訪美政治性行程為重 這回柯文哲著重在高科技產業交流 第一天抵達舊金山 就將出席科技也參會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柯文哲待在舊金山的這三天 行程就是由各界猜測他的副手 有可能人選前雅虎大中華董事總經理周開蓮 居中牽線安排 而另一位熱門副手人選 吳欣穎也將隨行 不過知情人士透露 柯文哲此行除了要募款 似乎也想到國外避避風頭 避免高雄暗爭議燒向自己 但就在柯文哲展開旋風式行程時 他的空站腳步同樣不停歇 這不是跳針跳針 就是柯文哲競選歌曲MV沒錯 從頭到尾經典的垂桌子迷音圖重複播放 還有柯文哲的迷幻舞步 一推出就有笑凡網友 其實要拍一支MV真的要花很多錢 有些可能動輒要數十萬上百萬 我們這可以算是一個窮人戰法 我們也擷取比較有梗的一些片段 來讓大家這個注意力更集中 不同於傳統競選MV 幽默的柯式風格 成功吸引大家的眼球 也要藉此鞏固具有優勢的 年輕網路世代支持者 記得陳詩琦教國鋒SNG小組桃園採網道